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這個背景,沒錯,校婆守不到吧 我看到是900元連稅,再包15公斤的寄倉行李 去韓國守移,真是忍不住 所以時間不夠也好,是媽媽兩天一夜快閃守移 究竟48小時可以吃到什麼,買到什麼,去到什麼地方 我都很想知道,如果大家有興趣就跟我一起,Let's go 我們到了首次了 謝謝 謝謝 這麼快到了酒店 今次我住的這間叫Union Hotel 然後我選它的原因,一下來已經是巴士站 然後是有車去機場的 前一點那個街口已經是地鐵站出口 然後對面有一間超級市場 No Brands 附近會有Egg Drops Eye Set 還有有橋村炸雞 雖然這裡不是明洞 雲大的商業區 但是坐巴士去雲大 都是15分鐘而已 我都覺得很方便 最重要是房間五百多元晚而已 很划算 現在只是早上的10點20分 我已經來到明洞了 第一站就會去最大的那間Daiso走走 因為我預約了12點吃醬油蟹 第一餐就要吃醬油蟹了 所以我在兩三年前來韓國的時候 因為不是很舒服 那一次吃不到醬油蟹是非常遺憾的 所以我們這次一到地就馬上要補回了 到了 全凍都是Daiso 有12層 這次有排行 一進來已經覺得好可愛 這隻蟹是否現在流行的 整個角落都是它的產品 這塊鏡子也很漂亮 它是這種不規則的 2000安達 我覺得我應該可以買 因為我家的鏡子已經是超級萌 超開心的 有很多種子 我選了幾包 全部都是菜菜菜和菜 超可愛的 這個 但初牌應該是不喜歡戴這些帽子 我已經買了很多 花了很多錢了 原來韓國Daiso 都有這種三合一的批皮刀 它是2000磅而已 這個還要是賣鑊的牌子 我猜不到Daiso 會有得賣 好像現在呢 在Daiso 韓國呢 它會有不同牌子的聯繩 還有這些很受歡迎的化妝品 好像這一個呢 它就是跟Tukul4School 去做Crossover 還有跟Tony Moly 跟Clio的聯繩 很多很多很多 終於夠了 吃醬油蟹了 我預約了這間 叫做 Uda Liga 我見Shemmy在韓國的時候吃 就問她 可以在Google那裡預約位 很方便 看上去已經很吸引了 它這樣 整個大碟 哇 我覺得我自己是吃得完 我等了幾年了 我們看一下菜單 首先 它有XXL 應該吃不完的 我們再看其他 有不同尺寸 然後價錢呢 哇 為什麼可以到$79,000這麼多 有四人錢 還有這個辣醬蟹 再來呢 它是會有燒牛肉 然後有海鮮煎餅 所以不吃醬油蟹的朋友 在這裡都有些選擇 有生牛肉 我喜歡 哇 超多 實在太久沒有來韓國 忘記了 這裡什麼都還沒點 就會有很多很多的小吃 讓我先戴上手套 I'm ready 我們最後點了一個 一人的醬油蟹餐 會有醬油蟹 辣醬蟹 紫菜飯 還有兩隻醬油蝦 然後點了一個生的半牛肉 還有一個海鮮煎餅 不用全部都是生的 有些熟的食物 我們來吃一下 哇哇哇 很想給大家看看 那些糕糕正在吃 不客氣了 好吃 它完全是不腥的 而且地點也很方便 不用去新沙江南 在明冬就吃到 我覺得很幸福 然後生牛肉也到了 有蛋黃和水利 可以自己攪拌 倒下去 完美 牛肉很滑 不會有街市的味道 它因為有蛋黃 很滑 滑 再加一點水利 口感很棒 最後海鮮煎餅都來了 這個是唯一熟食 去到重點 我們就把飯拌進去 然後把蟹膏 醬油和醬油 拌進去 一起吃 這一口是精華中的精華 傳說中的白飯小偷 好 我繼續吃 這張油蟹已經是 完全完整了我這次行程的主要目的了 我現在很苦惱 這件是白色然後粉紅色紅仔 之後呢 有一件很苦惱 這件是深藍色 我覺得很可愛 我已經有少少免疫了 應該不會買的 我很喜歡這些房子 但我已經有很多個 要忍神 超可愛 我想說唯一令我心動 是這件小狗的蜂褂 超可愛 但它太貴了 我看到價錢是89000W 即是大約要500元 不用的 出牌應該寧願500元是買牛扒 也不想要這件蜂褂褂 連著 image就是這裡 Martin Kim 進去之後 我覺得它的袋子 不是太我的風格 所以帶大家這樣 很快看個圈 我就閃了 離開明洞 我們就去聖水 這次我買了這張天氣卡 它可以增值 它現在計算是比較新的 我們兩天是8000W 可以任乘地鐵和巴士 然後是有七天 然後一個月 當是月票日票這樣計算 跟以前的T-money不同 我覺得挺方便 又可以在地鐵站已經增值到 可以選擇你喜歡的日數 所以大家來韓國的話 記得用它 我們現在在月之路1號 一路搭過來這裡 聖水站就到了 應該有車了 來到聖水之後 第一個人龍 是這個麵包 但它一買就要買四個 吃不到 好啊 我們在聖水是超級熱 忍不住買了一杯飲品 剛才吃完醬油蟹 有一點鹹 所以一直保持著很頸殼 我們帶的水已經喝光了 然後剛才走了Rockfish 我覺得還好 比想像中穿上去 可能已經年紀到了 我穿不到那種青春的感覺 就沒有買到 然後現在就 就打算到處逛逛 因為媽媽沒來過聖水洞 就帶她去看看 Dior還在這裡 還有感受這個青春養日的氣息 事隔兩年 我又來回這個位 我還記得金先生在這裡 幫我拍了一些很漂亮的照片 我都說我是天氣之子 又是一個會反光的日子 然後Dior對面呢 是DASIC的pop up store 最近伸出了那個心心 好像Flee那個純泥呢 我都很有興趣 這個就是這個了 最新的 它呢 為什麼打開呢 裡面就是那種純泥 然後呢 如無意外上 是有個純薯的 很方便 先放在這裡 它是可以組裝自己 屬於專屬的九格眼影 這個我喜歡啊 好可愛啊 這一邊呢 是新的系列 其實我覺得它現在出的顏色差不多 我分不到 都是大地色 還有一些膨脹色的胭脂 它的名字叫做玫瑰奶茶 以外山人風物 雖然是超級滿分 但是風物真的會令人精神 大家猜我買了什麼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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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耶 有禮物了 我們走了一萬八千幾步 太累了 所以去了一間咖啡店 吃一下 這個是無花果 開心果的雪糕 我已經很久沒吃過雪糕 它有點像麥當勞那個 它是奶味比較重 然後呢 不是日本那種雪糕 很滑那種 有少少近向冰 又不是沙冰那種 然後那個開心果味是有的 但它又像開心果奶 多些的 我見到很多人呢 是喊那個肚 芒果的刨冰 很澎湃很吸引 但是我真的不吃冰的 所以都沒有辦法 這裡是空小位 我們都站在這裡等了很久才有位 所以 它是去到聖水洞的咚咚 大家如果有興趣 或者客人很累 都可以上來搏一搏 它算是挺清新的小咖啡 不是很安靜 很大間 那種 難怪上面那些人 都是叫它這個芒果 和肚子的刨冰 就是它下面的圖片 就已經寫了出來 但我們完全沒有理 跟自己的興趣去點 大家有興趣可以來這一間 它的名字叫做 怎樣讀呢 Rafi Fruits 我好像沒有這種淺色的太陽眼鏡 我好像沒有這種淺色的太陽眼鏡 其實配不配我呢 這一刻我已經被購物肉 蒙蔽了自己的眼睛 沒錯 我們又去了吃東西了 因為呢 我不知道吃什麼好 然後呢 去了雲大那邊 隨便找了一間在Google 5.0評分的燒肉 之後呢 我發現它裡面呢 是全部牛肉來的 沒有其他的肉 可以選擇就是剩下牛肉的套 或者呢 是這個 有牛肉 有帶子和蘑菇的套 然後呢 就是其他 好像重複的菜式 有些是燒牛肉 生牛肉 明太子 但是 因為每人要最少 叫一個這些燒肉餐呢 我怕吃不完 那就沒有再叫其他了 原來這一間 是炭燒的 我完全沒有預期過 我以為是平時那些 可能圓形 我就看前面為什麼沒有爐 然後就突然間 拿了一個炭爐過來 剛剛店員講解了 我首先是燒了這個 然後第二是這個 最後就燒這個 跟著呢 就跟他給了一個餐牌 那就是那些帶子和菇在旁邊 然後夾起來吃 怎樣才知道它 是大家都同時間可以吃呢 靠鼓 那這個熟和這個熟的時間不同 不是的 他說是要這樣 三塊東西夾起來吃 好了 他忍不住出手了 真的要吃嗎 真的要吃嗎 到底能吃嗎 謝謝 謝謝 原來要剪嗎 剛才他沒有說 不是這樣吃嗎 有專業人士幫忙 整件事馬上不同了 馬上流口水 剛才是完全不知所創 剛剛是完全不知所創 剛剛是完全不知所創 嗯 很韌 我覺得二萬瓣來說 這個質素不錯 它不是那種 什麼加加加的韓牛 但是呢 那個牛是不韌 有牛肉味 還有重黑椒味 他就不是說 很韓牛和牛那種 但是 不錯啊 這個調味 最重要是沒有人排隊 然後全部在附近都是韓國人 雖然它是有日文、英文、中文 但是呢 是沒有任何遊客的 它是一個房仔裡面 好啦 那我就繼續燒了 畫面應該是差不多 我就不再拍了 我們很快地吃完 就可能去逛一會兒 然後就回酒店 因為昨天是睡了三個小時左右 都有點累 現在已經是 差不多九點鐘 還有精神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驚 拍了門口 好 我會把資料放在下面 資料那裡 如果我找到 它的名字叫做泰牛摩 我是不會告訴大家 我買了多少東西 總之去到中間 已經去到二十幾萬元了 果然我是逃不過 Olympia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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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